看起來是要右轉 我的天 實況主驚呼 緊急右轉 違規跨越超化線 沒事 後面沒車 應該說幸好後面沒有車 突然看到前車切西瓜下渣道 任誰都會覺得危險 直播影片時間是9月4號 地點是台七四線 結果到3號霧峰路段 但這位實況主 也不是第一次開車違規 路口號指明明是紅燈 實況主卻開車直接闖過 還發出疑惑的聲音 把紅燈當綠燈 正在觀看直播的網友發現 馬上留言 蛤 我剛才在看後照鏡 我沒注意到 闖紅燈行為一道未撿直播放送 也等於大喇喇違規給大家看 而這段直播影片 是7月份拍攝 地點在台中進化北路 兩次違規也被網友截錄PO上網 而這位女實況主 在某直播平台 以拍攝戶外景點旅遊聊天為主 有9.3萬的追隨者 她的違規行為確實有 跨越超化線 這部分是處罰3000元 至6000元的罰款 這個部分我們會聯絡當時 來到她的說明 如果說她還有使用到 3系產品處罰3000元的罰款 這個直播主林芙芙所上傳的影片 那確實是有闖紅燈的事實 該影片裡面沒辦法確認 違規車輛及駕駛為何人 所以這個部分沒有辦法作為告發 素人實況主將平常生活點滴 分享給粉絲 但違規行為可不能變成日常 TVBS新聞廖武漢 陳志聰 魯惟欣 台中彰化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